记者曾德荣台北报道 38岁女星爱丽丝与日吉老公荒木柳已离婚后 带着女儿离离定居法国 去年12月突然宣布今年再嫁英国外交官马培迪 不过她竟在脸书宣布已在上周与马培迪登记结婚 第二台威廉这周就火速报道 宝宝重3000公克母子均安 回顾爱丽丝是在去年3月宣布已遇前夫离婚两年 11月宣布已有男友 12月已有自铺马培迪向她求婚成功 并将在今年举行婚礼 恋情进度比喷射机更快 今更突然进展到蹦出个娃儿 如今已看原来是因为早已播种成功 不过她怀孕保密到家 在开直播或拍照时 确实都刻意避开腹部 因此公开协讯后 网友也很讶异 但仍纷纷恭喜她 对此爱丽丝证实已在上周顺利生产 目前正在月子中心修养 正好她春节带着老公返台 也办完结婚手续 儿子热来报道 老公无法请假太久 已返回法国上班 爱丽丝脸书全文 大家好 我是Kelis 你们也可以叫我威廉弟 上个礼拜爸爸妈妈才结婚完 我便等不及跑出来和家人们见面 尤其是我的李李姐姐 因为她总是喜欢跟肚子里的我一起聊天 而且常常摸着豆子说 我的家庭有点酷 我爸比说等不及带我去爬山现行 我姐姐说能不能陪她一起玩巴比 我妈咪说我是她上辈子的小男友 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好幸福 能带满满的爱围绕着 威廉弟非常感谢大家祝福我们一家人 今后还请多多指教 优乎 最后祝福各位阿姨叔叔们和家平安 开春好运到爱丽丝再婚马陪迪 翻设字脸书 爱丽丝脸书 宣布第二胎威廉火速报道 翻设字脸书